如果改名就能霸占元宇宙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正式更名为元宇宙电台 Facebook已经成功了 只要提到元宇宙 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Facebook 就像提起微博 你只会想到渣浪 但其实Twitter也是微博 腾讯网易搜狐都做过微博 但如今我们对它的理解 已经被新浪微博垄断了 Meta也想垄断我们对元宇宙的理解 但我们本来就不理解啊 嘿,这里是DingLab宇宙电台 今天我们来聊聊元宇宙 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所有人在提到它时 都会用电影头号玩家的场景去类比 科幻中的想象 科技正声称要将它变成现实 根据现有的解释 你可以将元宇宙想象成一个立体且具体的互联网 在那里你不是观看内容 你就在内容里面 获取信息可能更简单了 自动环绕音播报 也可能更复杂了 6D场景还原 全交互式播放 总之都是在你手机或网易上滑屏浏览 无法获得的沉浸式体验 那个世界中有新的经济制度和货币 有新的文明 你不能在现实中做到的一切 这里都会有 科技巨头或者投资者眼中的大蓝图 绝对不是把元宇宙打造成一个你下班后随便玩玩的大型VR游戏 它要把你所有的现实的不现实的行为都搬到那个虚拟世界里 它想要占据你的全部世界 听着是不是很扯 难道不用吃饭睡觉控制生育了吗 谁知道呢 总之 元宇宙想要到来 至少需要六大支撑技术 交互技术 电子游戏技术 区块链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互联网技术 网络及运算技术 想让你一直待在元宇宙里 就要通过整合这些技术 让你不出戏 以VR为例 当虚拟现实的视觉暗示身体在运动 而实际的身体并没有运动 人就会产生眩晕感 如果元宇宙看一会儿就头晕 那我们还是宁愿待在现实世界里 设备只是一个基础载体 设备中的内容 才是吸引我们留在那儿的原因 一针炫酷的游戏场景 实施渲染的3D模型 更智能的互动体验 游戏构建了元宇宙的内容呈现方式 而这些背后 还需要一些最最基础的支持 比如更广泛的万物互联 更高的云计算速度 更流畅的网络体验 还有现在都已经十分紧缺的能源基础 这些名词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说过 但根本就没成熟 八字还没一撇 怎么就铺天盖地元宇宙了 万一我们真的沉浸在里面 结果断电了 第二人生的进度突然清零 那岂不是元宇宙的世界末日 在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眼中 它就是未来世界的样子 不管这个世界是几年之后 还是几百年之后 反正现在就要布局抢摊 讲好这个庞大的故事 越多人愿意去相信他们的故事 他们就能越做大做强 所以普通人知道元宇宙有什么用呢 知道就好了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 我们对网络世界也有着诸多争议 但手机普及 网速提升 下载的APP越来越多 手机中度依赖者也越来越多 我们自然地融入新世界 自然地在里面寻找 并创造无尽的玩法 网络红人们或许在现实世界中 只是一个小支援 但他们可以享受网络世界 带给他们的名气 影响力和价值感 对他们来说 网络世界中的生活 或许比现实世界更有意义 如果换成元宇宙呢 当上面那些技术通通实现 我们也会忘记 现在对元宇宙概念的嘲讽或拥抱 我们会习惯拿起VR眼镜 戴上手套 活在虚拟人生里 元宇宙就是那个时间点 就是人们发现生活在虚拟世界 比生活在现实世界更有意义的那一刻 而在那一刻到来之前 它只是一个故事 任你如何想象它 都是对的 活在线性时间中的我们 享受着不确定感的乐趣 或许 现实世界就是上帝 为人类搭建的那个元宇宙呢 是真实世界 是真实世界 你明白我什么我讲的吗 是 是 是我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